最近依然会在网上刷到有些人错误理解Meta开源头显操作系统的言论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就重新给大家梳理一下之前4月份 Meta宣告关于未来对Quest头显系统和商店生态的布局发展 其实主要就是这三件事 第一个是开放Quest操作系统给第三方厂家制造的头显 第二个是Meta正在开发一个全新的空间应用顶层框架 未来方便手机游戏和应用快速移植到Quest头显 当然开发者也可以借助这个全新的空间应用框架 从零开始构建属于Quest的空间应用 这是我觉得未来真正的重点 因为这相当于是对谷歌不愿意为Quest头显 接入谷歌Play商店的一个应对方案 同时还有第三个举措 就取消了Apple Lab商店的限制 让所有游戏和应用全部统一到Horizon主商店 这里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Meta是开放操作系统给第三方的设备制造商 而不是开源操作系统 即日起QuestOS更名为HorizonOS 现有开发人员不需要做出任何的改变 就能够支持HorizonOS系统 不过这一点本质上还是Meta 他们具有绝对主动权的来挑选合作伙伴 因此你说它是完全开放系统也不太合适 否则难道不是起码应该给一个官方通道 想要使用授权系统的厂家自己去申请吗 所以Meta这个所谓的开放系统给第三方厂家的逻辑 很像当年微软牵头的WMR阵营 之前这个联盟里包括红机、华硕、戴尔、惠普、联想、三星 均发布过搭载了WMR服务的头显设备 最近的一台WMR头显应该还是2020年发布的惠普Reweb G2 可能很多从一体机才开始接触VR头显的朋友 都想不到当初PCVR市场其实还这么热闹过 但是由于微软并没有在后续对WMR联盟投入更多的支持 这几家到后来都是相当于王票性质的在VR领域插了一脚 因此本身就是属于他们边缘部门的VR业务最终归宿 就是无声无息的来、翘无声息的去 毕竟PCVR硬件到头来都是给Steam做驾驭 对于这些本身就有其他主营业务的厂商来说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而这次Meta开放后来的OZ系统的首批合作公司 就刚好是WMR原先阵营里有几位 分别是华硕、联想和微软 根据Meta的描述 华硕作为游戏体验解决Finder里头羊 将打造一款全新的高性能的MR游戏头型 联想作为曾经跟Meta一起设计LeftX的伙伴 这次联手主打开发的是用于生产力 学习和娱乐的通用混合现实设备 至于微软就有点不太给力了 他们只是跟Meta联名出一款 以Xbox主机为灵感打造的限量版MetaQuest 3 说难题点大概率就是给Quest 3 换上黑绿配色的皮肤 或者搞一个跟Xbox主机手柄捆板售卖的套装 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 我个人对于Meta这一举措的分析是 他们或许是在做一个基于Horizon OS系统的特种机计划 首先Meta肯定不会允许自己的这批合作伙伴 说入门级的头衔去抢张Quest正代系列的市场 当然考虑到300美元到1500美元的价格范围 就已经有很大的产品操作空间 就像有些人想要加了眼动版的Quest 3 或者是更高分辨率更宽FOV的Quest 3 所以Meta干脆让合作伙伴们去做这一类机型 也就是类似于VIA一体机版的小派 Big Screen这个产品细分区域的硬核目标客户群 这样的好处是在于Quest 3到Quest 4这个三年换机周期里 有象征性的硬件设备来推薪弥补第一方没有更新硬件的空白 第二点就从第三方厂商的合作产品里来获取经验 更好的对Quest 4的规格仓数来做定位 不像之前独自推出Quest Pro的时候 价格又贵产品率又低 结果就拉了一坨大的 希望Meta能够真正从Quest Pro的超级大失败力 能够吸取一些教训 你可以想象到时候华硕的MR头显 有可能会用更好的处理器 同时上热方面会拉满 联想的头显会不会用上单眼4K的屏幕等等 不过部分Quest的游戏开发者看到这一点反而有点肉欲了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精力照顾那么多品牌的头显 他们怕的就是跟手机一样 看似都是安卓系统 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机型需要去适配 针对这一点我们其实要搞明白 最适合Meta风发HolionOS给其他厂家的模式 是学习当年的Windows 而不是现在的手机安卓 也就是说不需要第三方厂家 再去搞东搞西的深度定制自己的系统 用户只需要考虑硬件参数 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求 意味着你买任何一款搭载HolionOS系统的头显 开机机用的体验都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当然这一点的前提是 HolionOS要保证 届时会同步HolionOS Store的所有游戏 包括Meta现在以及未来的所有独占游戏 游戏开发者只需要上架游戏到HolionOS Store 并不需要考虑到是什么品牌的头显 至于核心的处理器 无非就是看高通怎么给 没什么好去细分的了 在VR以及游戏层面 所有的游戏开发者都得围绕快车正代机型的迭代 来做画质的标准线 不会因为其他品牌的HolionOS设备机型配置高 就给你单独提高材质的贴图水平等等 最多就是给你分辨率拉高之类就已经很好了 毕竟首先你得有销量成绩 开发者才愿意花时间成本去处理这个适配 如果XR领域的Android系统未来只有一家胜出 那此时此刻 Meta就是应对三星和谷歌即将推出前线XR系统的一次超前部署 现在普遍预计谷歌做系统三星做应用的这款头显将于年底亮相 但是亮相到亮场正式发售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你发售了之后 用户拿到手体验的内容生态也需要慢慢建立 但是你想象一下 华硕和联想这边一旦发售 用户拿到手就能往上节奏关键之类的Meta独占游戏 这样的差别就很大了 千万不要低估Meta这么多年所建立的游戏护存盒的价值 不过Meta后来人OS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 就是没有原生且非游戏定位的2D应用开发框架 对一个要成为通用计算平台的系统来说 这就相当于是瘸了一只脚 在Meta宣告后来人OS的这篇官方博客里 他们在文章的末尾仍然提到了 我们鼓励Google Play 2D应用商店加入Meta后来人OS系统 并以相同的经济模式运营 也就是为了能够让谷歌应用商店登录Quest 他们甚至可以不要任何一点的分层收益 但是谷歌的拒绝让Meta不得不着手自己的B计划 就是从底层系统出发 进入一个全新的空间应用开发框架 如果你是手机APP或者手游的开发者 现在就可以去申请报名提前适用这个开发框架 用Meta话来说就是移动端的开发者 将能够使用已经熟悉的工具 来将自己已有的软件产品带到Meta后来人OS系统 或者是直接创建全新的混合显示应用 大家都知道虽然后来人OS从V67开始 Quest多任务应用处理 算是真正的上了一个台阶 但对于通用型的APK应用仍然没有很好的兼容 像B站的客户 难道现在都是打开报错闪退 有些应用虽然能安装打开 只要你拉伸一下窗口大小 就是重新自动载入 非常的烦人 所以这个全新的原生空间应用开发框架 非常的重要 它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框架的要求 不仅仅是能够正常的运行2D窗口界面 而是能够让开发者像Vision Pro里的 Reddit Key的那样创造基于3D体积物体交互的MR应用 就比如Vision Pro上类似淘宝那样的电商应用 快乐这边根本就没有相应便捷的开发工具来复制重现 真的 Vision Pro上的很多应用相当于就是照着苹果给的模板 随便改掉数值比例 加几张高清图片模型 就说自己适配好了Vision Pro了 毕竟Swift UI本身的毛玻璃效果 界面的设计范式 窗口的沉寂感和交互动画就已经吊打Quest那帮废物做出来的东西了 不得不说Meta要是能够从Swift UI和Reddit 学个十分之一过来对于Quest的系统体验都能够提升一大戒 那最后一点就是从8月5号开始 Meta会把以前在Appleware商店中发布的所有游戏和应用 转移到HoloEye的主商店中 因为以前Appleware商店存在的定位是官方的第三方测载应用库 那些还在开发或者品质还没有达到要求的游戏应用 能有一个更直接的途径接触到Quest的玩家 不需要他们老是去用电脑连接Quest来下载安装 而针对这一类的软件内容 Meta之前并不会主动推荐给他们流量 他们自我宣传营销的工具也会相对应的被限制 要想晋升到主商店 这些Appleware游戏要达到一定的好评之类的数据标准 才能够去申请通过资格 总之之后就不会再有这种差异化的对待了 对于那些属于早期开发测试阶段的游戏 会多一个EA标签 告知用户游戏并没有正式的开发完成 其实就跟Steam现在差不多 所以现在一些开发支出就有很好的口碑贝亚游戏 就会比之前更早的受到大家关注 对于开发者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当然相应的 同类型游戏题材的竞争也会被之前加大 如何能更有效的借用各种社交媒介宣传自己的游戏 会是未来许多VR1G游戏开发者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 当然Meta自己也要想办法 如何让商店的游戏有更好的曝光和推介效果 为什么在前不久Quest很多游戏开始接二连三的暴打一直促销 就是因为今年许多新游戏上架之后 发现自己的流量很差 云评评价很不错 就是没有人来玩 刚才是自己就用这种接近密免费送的方式给自己打广告 只能说Meta需要慢慢往上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说不定的VR承受 是陪着VR承受罗尼Meta小圈 如果您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教育社群的频道 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到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